绿营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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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非常美品 直接把我们的民众说成 所谓的快筛企业 快筛这个事迹 虽然是一个人需要 但其实它的价格 真的是有点高 对于一般人来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衷 我想我们都应该要抱持一个尊重的态度 像绿营测意 只因为别人在发免费的快筛企业 有台湾民众排队 就把大家说成是 所谓的快筛企业 这些真正在乱 在扰乱民众的 民进党却不敢对他们说任何一句话 这样的双重标准 我相信人民是自己心灵人 真的是会让 一般的民众觉得很心寒 怎么会不去监督 现在的执政党 不去监督现在的政府 转过来检讨台湾善良的人民 信义区什么快筛乞丐等等 胡说八道 请尊重我们信义区的区民 来这边拿取快筛记的 其实不代表只有信义区的人 而且台北市都有 甚至于新北市都有 我只能说我们的 我们的职位堂的善局 是无国界的 没有分政党 没有分党派 松山职位堂的一个善局 没有必要让有心人士 来作为炒作新闻 或者是说成一时口哲之快的理由 跟借口 最后面我还是要跟徐晓星议员说 请你不要试试 所有事情都把它政治化 什么叫做民进党测议 我们 fluid将 managers 都是全民种的 蒙室 前面 新中国 Midwife 优优是 这今天有人你会